这个视频我们说一下,我们结合这个M1技巧啊,输入一些数值,来做一些对称的一些效果出来,那我们这里用两组灯啊 这个地方是从下往下选,然后是从下往下逛选 好,我们打链灯,发灯可以,就这样子,那我们先做个DM的效果,对话框 好,它是同时链灭的,然后我们加一个M1技巧 然后我们再来调发散啊,发散的话我们调第二页调这个线位 好,这个发散的话我们往中间去发散这个数字 那这个就可以调节出这种跑码的这种效果啊,对称的一种跑码 要不过这里还可以调节这个方向啊,都可以 同步 好,这个就是一种跑码的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 画圆的,好吧 团的,选中灯 然后打亮它,我们把灯往下摇一点 效果,对话框 选中这个画圆 好,先调一下这个速度 然后低值是-30 高值30,现在画小一点 同步 同步 它现在是左右是,它没有对称啊 那我们 选中这四个灯 我们给它反向一下 点下这个方向 好,方向反过来了 我们再同步一下 你看它两边是同步的一个对称 这时候我们再把灯 全部给它选中 选中之后呢 我们再来调节这个 数值啊 首先我们要给它一个 嗯 那我们试一下啊 往中间发散 啊 搞错了,搞错了,搞错了,搞错了 啊,我们要放到第二页 再来发散 好,这样就形成这种对称的啊 一个,一个跟着一个的这种 啊,两边对称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画源啊 啊,就是我们在调的对称的时候 最要把这个要防的第二页 调的这个线位啊 就刚刚我是操作错了 好,清楚,我们再来做一个颜色的 同样的,选灯 好,我打链,打链之后呢 我们选中颜色效果 对画框 好,我们直接跑一个 啊,把一个这样的 然后高值的话呢 我们选择红色 那低值就是0 0就是白色啊 那就跑这种 效果 好,那同样的 我们还可以这样输入啊 比如说在这个下面这里 我们直接输一个 0 自 306 自 0 确定 好,这样它也可以形成这种 啊,对称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我们速度方慢一点 啊,它可以形成这样的一种 对称啊 也可以输入数值 啊,这个就是 我们结合一个MA的技巧 包括输入这个线位值啊 来达到这种 对称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那这视频我们先说到这里